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救援特警隊的三款 就大概做個總結 救援特警隊的編號01 音速攔截 編號02 烈焰克星 跟編號03的白色希望 我那天發現 就是他們的手腳跟身體 其實是可以互換的 像這一隻 他們腳部分是可以直接拆下來 他們的身體的部分 基本上是共用的 所以就是像這樣子可以直接換過來 而且他們 換過來後 並不會有什麼長短腳 或者是 特殊的一些狀況 像這樣子換過來後也沒有問題 除此之外 另外就是他們手的零件 用的是一樣的 同樣大小的關甲 所以像他 音速攔截的槍 你也可以給他烈焰克星拿 這是一個 然後再來就是 除了腳可以換以外 他的手 也可以跟別隻的手 做互換 就一樣就是 那個壓環壓下去 我就可以扣進去 可以給別隻 更換 另外就是 身體的部分 其實也是可以的 所以這個部分 如果有朋友 要玩 有購買的話 可以購買這三隻的話 可以發現他的三隻的身體 是可以做一些更換的 可以像這樣子 這樣子有三款 就 三隻 01到03 他們三隻身體的 手腳身體都可以更換 武器的部分 當然也可以給別隻拿 像原本的 他拿的這個 手銬的這一個 他也可以給別隻拿 基本上是都沒有問題的啦 這是 個人後來發現的一個小小的 個人覺得還不錯的一個特點啦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然後再來先把音速攔截變好 因為等一下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他音速攔截的 本人會買這個系列的原因啊 就是 音速攔截的 抽獎限定品 本人抽到了 所以分享給大家看啊 個人覺得還蠻好玩的一個商品啊 就是 金色的音速攔截啊 俗稱黃金版 日本他們 做玩具 非常喜歡 做金 抽獎版 很愛做所謂的 異色版 就金色版 或者是 金色版 最常見就是所謂的 我們等一下會分享的 金色版 先放在這裡 然後盒子 他是直接 他是禮拜三抽獎 然後按到他禮拜四 基本上台灣的部分 禮拜四就會收到 禮拜三確定公開抽獎後 他好像當天就會收到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 立鷹的活動 可以這麼快速的 抽到 拿到 他們的抽獎商品 因為之前像我分享 他們的那個 限定版的那個多美汽車 我大概等了 快四個月 三個多月啊 沒有四個月 就是 我覺得 他們的效率好像 不知道是因為公司太大 會變成說 會比較慢啊 這是 抽獎獲得的商品 金色版的音速攔截 救援特級 金色版音速攔截 他現在活動還在繼續 所以如果有興趣要 就是 拿到這一支的朋友 真的可以去抽獎 我只能說金色真的算 商品一樣這樣子啊 可是金色版好像就沒有貼子 金色版是好像沒有附貼子 然後 身體的部分 跟所謂的 藍色版 有一個最大的差異 就是 他是用繩子綁的 所以到時候如果 要收起來的話 可以看到 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他 金色版整支都是金色 除了所謂的那個 額 警示燈的部分 他還是保持他原本的紅色 我基本上應該是 整支都是紅色 這個系列要拆 這個系列要拆 兵工相限 而且我發現 只要是立英代言的東西啊 如果你在他的活動期間 有參加的活動的話 你會發現 他們的商品 有辦 應該說 日本啊 TOMICA他們部分 如果他有辦 所謂的抽獎活動的話 他們很愛 抽所謂的 金色商品啊 像之前台灣的 多美氣這部分 他也還蠻愛 蠻常辦到抽獎的 有興趣的朋友 真的是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他們立英的光網啊 就是 只能說他們真的 蠻強大的 強大 強大就是說 商品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以外還有很多的金色商 很多的 相關活動啊 什麼見面會啊 或者是 一直掉 太多了 等一下 因為要一個一個拆 我覺得這個 以後可能 會掉漆啊 對 我拆完一次講 沿著 繩子超多 金色商品是這樣 全部拆下來後 就大概是這些啊 跟原本的 一模一樣的零件 唯一不同的是全身都是金色的 如果像我這一隻 這邊有編號啊 70808 不知道他這幾隻是有什麼其他特殊的編號含義 這邊像我剛剛這一隻這樣打開 這邊有一個 應該是噴漆後沒有抓好吧 這邊有一個奇怪的凸點 所謂的泡泡點 這是右腳 是真的 金色的好像比較又再緊一點 欸 臉拳頭都是金色的 只是因為真的有點緊啊 這是右手 然後 車子 金色車子 超帥的 正面這樣子 側面這樣子 上面 後面 這個打開 裡面的臉也是全金的 這一隻 帥爆 只是 只是我覺得 不知道上面電鍍的關係還是怎樣 卡榫的部分 緊的有點 不是很好用 後面這樣 可動關節金色的部分 跟原本的 音速關節一模一樣 唯一不同的就是 他除了金色 呃 原本藍色的部分變成電鍍的金色 然後灰色的部分變成這種 算是 金黃色的橘色 那個 塑膠零件啊 像這樣子 然後另外就是這個 手銬的部分 這邊 前面變成金色的 算 也還不錯 然後可以這樣拿 拿不起來 這樣子 基本上其實是一模一樣 金色的槍 跟這個 灰色的槍 是 一樣的啦 就 我以為他只會電鍍一面 但其實注意看他兩邊都電鍍 比較可惜就是他所謂螺絲的部分 他並沒有跟著一起電鍍 不然就整隻就 緊閃閃閃閃 我會覺得更讚一點 只是 不知道是他電鍍是直接電鍍的關係 我覺得好像比較 厚實一點 這樣子 然後關節 我覺得金色的反而 比一般藍色的 又再緊一點 然後 車子 先給大家看他整隻的 整隻金色的狀況 正面看是這樣子 側面看是這樣子 後面是這樣子 基本上就 非常的閃 前面這樣 側面 然後變成車體 應該也是一樣 這兩邊的卡榫 卡起來 然後 為什麼卡不起來 因為電鍍關係嗎 所以有點卡卡的 腳的部分先縮回去好了 先把槍收起來 我覺得 他們電鍍的關係吧 你像我這樣子一撥 就已經 電鍍的漆已經掉了 他們電鍍漆並沒有很好 欸 這樣看好不清楚 感覺 如果太長把玩 這個漆會掉 這樣比較明顯 因為我要讓他拿槍 可是你看這個 所謂把手部分 電鍍的漆已經掉了 已經掉了 非常容易掉 手的部分這個 一樣卡榫卡進去 兩邊卡 然後手的部分 往上一撥 拳頭收進去 像我這邊 這個拳頭這邊已經 這邊已經開始 又有點掉漆了 只能說他的 他們的商品 雖然是抽獎 雖然很帥 可是我會不建議你 如果 如果 要把玩的話 可能 心臟要夠大顆 你看這樣子一摳 這邊這裡 這裡 這裡有那個啦 像這邊有一個那個 塑膠的那個成型點 這樣扣起來 腳掌的部分 放下去 撥起來 腳掌的部分 放下去撥起來 扣 這樣子 然後 這個扣上去 像這樣子 這邊 注意看他們 他們的電鍍應該是 原本的商品 你直接電鍍再直接電鍍上去 所以會變成說 有些東西 你電鍍上去 裝上去的話 那個漆就掉 他那個漆的 可能 效果並沒有很好 像這樣子 這是 車子的部分 側面這樣子 前面這樣子 上面 基本上是一個 抽獎非常帥氣 而且 就是一個非常金色 非常有 遠看很有質感 可是如果你要把玩的話 我會跟你講 很容易掉漆的商品 但還算不錯 有興趣朋友 可以去參加他們抽獎 他們活動好像要抽100個 目前只抽了70個 只抽了30個 所以還有70個名額可以抽獎 所以算是一個蠻有趣的活動 有興趣朋友可以考慮去參加 但是